背上安全帽穿着背心 台北市长柯文哲和桃园市长郑文燦 一起视察预计年底要开通的机场捷运线 A1台北车站作为台北桃园 其实点和高铁台铁共购 是机场捷运线最重要的一站 车道下来就连接车站大厅 旅客可以直接从台北车站 办理登机和行李托运手续 两个意义 机场联络的问题 第二站是首都生活圈的扩大 未来台北到桃园机场直达车程 只要35分钟 柯文哲越看越满意 不过对于刷卡机的位置有点意见 那个地方好像位置不太对 没有 这是我看的 但是我 这个挑凑是我的专场 我就看到那个有问题 我今天不是来验收的 机场捷运预计年底完工 而今年七月之前 硬体设备也陆续就位 只要消防安检等软体跟进之后 就可以顺利通车 下一步呢 柯文哲另有打算 其实我这样去好 我都开始在讲那个松山机场 理论上 有五阳高架桥 五阳高架道路有机场捷运线 理论上松山机场就可以签了 现在问题是桃园机场的 我在被压力在你身上 第三跑道的时程 其实必须要由交通部来说明 那第三航下的顾问标 已经预定 PCM已经预定在今年来发包 所以这个桃园机场的扩建的速度 是在一个时程表上 柯文哲如意算盘打得惊 但是想要顺利签松机 还得等到桃园机场第三跑道 和第三航下兴建之后 才有谈判的筹码 记者综合报道